日本包巾 日本を守る美しむ形です 代表保護及疼愛重要東西的形狀 このことから日本では母親のことをおふくろと呼ぶこともあります 因此在日本會用おふくろ來稱呼母親 日本人は古来より包む文化を大切にしてきました 日本人從古至今一直愛惜著包東西的文化 ふろしきで包むのも同じ意味合いです 用日本包巾來包東西也包含這樣的意思 またふろしきという名前の語源は ふろ虫風呂で使っていた布に由来します 日本包巾這個名字的由来 是以前在浴室使用的布 江戸時代中頃には広くふろしきと呼ばれ 秋内や旅、婚礼と一般にも定着していきます 江戶時代中期的時候 他被稱作ふろしき、日本包巾 之後漸漸的變成在各種各樣的情況 例如做生意、旅行與婚禮等等的時候所使用 願いを込めた文様を染め 季節に合う絵柄を使うのも 日本人の繊細な心遣いと美意識と言えるでしょう 把布染上懷著願望的花紋 照著季節使用適合的花紋 都可以說是日本人有鮮细的心 也有美的意識 面紙盒的包法 將包巾背面的花紋朝上 將面紙盒直放在中央 將下面兩邊的角往上折 上面兩邊的角也往下折 將下面左右兩邊的角往中間打一個平結 將下面左右兩邊的角往中間打一個平結 上面兩邊的角也往中間打一個平結 再整理一下 就完成了 便当盒的包法 将包巾背面的花样朝上 便当盒放在包巾的中央 将下方的脚往上折 并塞进便当盒的下面 再将上方的脚往下折 一样塞进便当盒的下面 左右两端的脚 打一个平结 这样就完成了 书的包法 将书放在包巾中线的上端 把下面的脚往上折 是与上方的脚对齐 将左右两个脚 往中心打一个平结 上面脚的两端 也打一个平结 这样就完成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